那现在你不唱歌了 我现在不唱歌了 那干嘛呢 我现在在我们家乡梅河口 在那个社区局委会上班 主要负责残疾人工作 我们有他工作的照片 看一下 这个是在那个 我们那个元旦的时候 那个就为了给老年人 过那个庆元旦嘛 我们给他包的脚上 这个张大爷和这个姓李 这个叫李依林 他俩都是聋哑人 就过年了嘛 我现在给他们脚脚头 我过去年了 给一个崭新的面貌吧 好 今天是谁的心愿 今天是我的心愿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我们社区的残疾朋友 送他们一份新年礼物 什么新年礼物 因为我们社区的残疾人 一共140多位残疾人嘛 我想给这些残疾人 每个人买点新袜子 新衣服 然后还有许多残疾人 我想把他那个轮椅 他那桌垫有点硬 我想给他买点 那个桌垫什么的 需要多少钱 那个这个筹筑基金 两千块钱 我们来听听他们 怎么树立这个心愿 首先呢 确实你们应该 真的感谢新回来窍门 能给你们这个 这么好的平台 去讲述爱情这个故事 所以说我中式 公益慈善俱乐部吧 其实你们需要这些东西 可以去帮助你去采购一些 递到你们 谢谢 其实你一直带着 带着笑 带着美好 带着幸福 并且你还把你的 你的幸福 带给那么多的人 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感动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 我们云朗文化 在资金上面 帮助你们去完成心愿 祝你们永远都开心 一定 谢谢 我想代表 六人游定制旅行 赠送给你一次旅游的机会 你可以把这个机会呢 转赠给你想帮助的人 让他们开开心心地 出去看一看 这个美好的世界 让你的幸福 传递得更远 谢谢 当你们两个对视的时候 眼神里 如淌出来这种 甜蜜和幸福 传递给其他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是吉林良知律师事务所的 创始合伙人 我也愿意呢 为你 为你那些帮助的这些 残疾朋友 贡献一份力量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呢 也正在为我们医院的员工 还有一些帮助对象呢 要采购一批这个袜子 所以呢 我给你们送两百双袜子 这个一百双女式的 一百双男式的 谢谢 谢谢 而且呢 今天听说 也有惊喜 把舞台聊给你们 老婆 我们走过了十年 从我们结婚 没有一场 像样的婚礼 没有一份像样的礼物 但是你一直想 邀一枚专决 但是一直都没给你买 但是今天呢 我希望站在这个舞台 把这个愿望也实现 谢谢 谢谢 这十年你的人心 谢谢 有点感情 好酷啊 好酷啊 你爸妈唱歌唱得好听吗 好听 你会唱吗 会一点 你唱两句 你唱两句我听听 呼噜哇 呼噜哇 一根腾上几个瓜 风吹雨打 都不怕 啦啦啦啦 叮叮当当 咚咚当当 呼噜哇 叮叮当当 咚咚当当 奔叮当 喷叮当 呼噜啦啦啦 喷叮当 喷叮当 好 喷叮当 喷叮当